哈喽大家好我是房车情报的陶子军 那咱们这一期呢来聊一款啊全新的车型 那它是一款呢露营车啊 那露营车呢这两年啊可以说是非常火爆 因为呢露营车啊通常这个车身的外观尺寸呢 比较于房车来说啊更加小小灵活 然后内部上呢适合啊这种小家庭 比如说呢小两口来使用 而且呢它整个的价格呢基本上也都集中在20万以里啊 这么一个价格啊 它的接收度也很高 然后入门的门槛也很低 所以说呢这两年啊是非常流行的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呢 德行房车全新打造的一款的露营车 外观呢看起来也很亮丽 这款车的价格呢是179,800 那整体的这个内部的设计啊 我个人觉得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年轻时尚的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啊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款车型的具体情况 这款露营车呢它采用的是大通V80的短轴底盘 那整个车辆的尺寸呢在这个5米出头的一个长度 5米12 2米018 2米665是它的高度啊 那整体的灵活性呢还是比较高的 那它这款车呢采用呢虽然是这个短轴V80低顶车的一个底盘啊 但它车辆内部的高度呢却达到了1米75 也就是说呢满足一般的成年人的一个正常通行 因为呢德行啊对这款车的车顶啊进行了一个二次的升高 所以呢才能达到现在这个效果 但是说呢牺牲了一下它的这个通过性啊 换来的是内部空间的更加宽敞 我觉得一款露营车也好房车也好 最重要的是在车内啊能这个站直 这样的话呢它的舒适度啊也会提高不少的 那车辆整个外观呢可以说啊车身颜色非常的亮丽啊 除此之外呢没有做更多的这个改动 那整体呢看起来啊就是非常的醒目 而且因为小小的这个车身尺寸 它整个的这个灵活度啊 还有它的停放情况呢都会啊非常的便利 那至于这款车呢 它在动力系统上提供的是一个2.0T的材料发动机 匹配呢6AMT的自动挡的变速箱啊 即使新手都可以呢很快的上手来驾驶 那也是满足上蓝牌Sabre的一个驾驶情况 那车辆内部的整体的一个装修情况呢 可以说啊也是非常的青春洋溢了 那整个车呢有这种啊比较浅色的这种淡雅的氛围 那看起来呢也是啊很干净的 那在驾驶室后方呢设计的是一个储物柜啊 那可以满足旅途中物物品的存储 那使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的便利的 在储物柜后方呢还带有一个小型独立的卫生间啊 那有些露营车呢是没有卫生间的 不过这款车呢它配备了一个卫生间啊 我觉得便利度呢还是大大提升了 那卫生间内部呢采用的也是纯白色的设计 那内部呢提供了这个洗手盆啊便携式马桶啊 可以呢满足啊日常我们这个体数啊 还有如厕的时候使用 那旅途呢也会啊更加的便利 在侧面呢是全车的一个厨房的区域了 带有呢操作台 然后台面上呢还有啊洗菜池 然后下方呢带有啊小冰箱啊储物柜等等 可以呢来制作一个日常的减餐 那在车内的这个尾部呢是一个会客区啊 它采用的是这种啊双人连排的座椅加餐桌的设计 那座椅呢也是啊采用这种填充度很饱满 乘坐呢非常舒适的这种座椅 那双排的这种沙发座椅呢可以啊满足同时 四人乘坐的需求啊 那整个这款车呢白天的时候啊这个位置啊可以作为这个像休闲呀 然后吃饭呀或者说是办公都可以 那夜晚的时候呢还可以啊变成一张床铺啊来使用啊 这样的话呢也能啊保证这个夜晚休息的需求了 那在电路系统上呢这款车啊提供的是一个200安时的千酸电池 还有一个1500瓦的一个逆变器 可以呢选装啊400安时的电池和3000瓦的逆变器 在水路上呢提供的是100升的净水箱以及呢40升的一个灰水箱啊 那这款德星露营车呢外观啊看起来是小巧精致 内部的配置呢也是啊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的 大家不知道看这款车以后觉得怎么样 我个人是觉得啊如果两口人使用这种车型呢 它日常啊可以作为一个代步 那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呢还可以啊短途的旅行来使用 所以说是一款啊多功能的车型了 那如果对房车感兴趣呢欢迎啊持续关注房车情报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呢与我们互动留言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对了想看什么样的车型不要忘了私信我哦